姐你要不信我我就把那小秘密就跟你说出去 我有啥秘密啊 你有啥秘密啊 啊你把那10万块钱装给别人里你还不让我姐夫知道是不是你偷听我说话是不是啊 你爱说不说 说不就就说 喂老公啥事 要钱呢多少 10万 你干啥用啊 我小弟肝疼 我咋不知道呢 突发的 你在哪呢好上来吧 姐呀谁说我肝疼啊你姐夫 咋的了他他在哪呢马上到家 姐夫他竟然敢骗你 我找手的姐啊 你找我找手的看我的 媳妇媳妇开门呐 来了 媳妇 哎 媳妇 来 10万火急啊 快把钱给我 这可是你弟弟的救命钱呐 啊 钱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吗 我有啥他准备呢 放滚吧小弟 哎呀 哇 一 呀 你看他像肝疼吗 我看他像腰疼一马 不是今天你怎么在这呢 对呀 他怎么在这呢 姐夫 你说我应该在哪呢 你爱在哪在哪 媳妇 先把钱给我 先别提钱的事啊 他是怎么回事 你为啥要跟我撒谎 媳妇我错了 行不行 我跟你说实话 是这么回事啊 我有个朋友 哎呦我那妈呀 媳妇 是不是要盖老屋啊 我先喝你个海景房 还整真点行不行啊 什么海景房 我根本就听不懂他说什么了 乱七八糟的 媳妇 我那个朋友啊 他病了 他得的病 他病得老严重了 叫他黑 我我掉毛啊 那咱俩掉的比他严重 你才掉毛呢 你才掉毛呢 你怎么这么讨厌呢 你啊 媳妇 骗你事 我不对 我发誓 我保 千万别发誓 姐夫 你家灯都老下人了 一会儿灭一会儿亮亮 你多远点 我很着急你多远点啊 媳妇 那个钱你先给我 我慢慢解释行不行 那个 你不用解释的 那钱呢 我已经用了 咋用的 我借小弟了 我就知道你不能白来 来 钱呢 借我钱 很关键的一千块钱 行 没毛病 姐夫 钱我花了 花了 十万块钱 你怎么花的 怎么花呗 吃饭了 我吃什么东西 能吃十万呢 母鹿为蠢肉猪 这啥玩意这是 到底干啥了 还吃饭了吗 还吃 帮过来嘎巴嘎嘎巴 哎哎哎 你看我像不像弱智 像不像傻子 你骗手孩呢 不是 十万块钱 到底干嘛了 小弟 你就跟你姐夫说实话呗 看你把你姐夫急的 姐呀 实话可贵呀 行 姐夫啊 我告诉你吧 我出对象花了 啥时候出对象 哟 今天上午 今天上午 今天上午出对象了 十万块钱就花完了 小舅他有牌面 当时就给他踢台车 我的天呐 什么玩意啊 刚认识送台车 你会不会过日的 我和你姐 存十万容易吧 这什么人就是啊 别生气 别生气 小姐啊 你看你把你姐夫系的 不学无数一天天 厚实懒做你 成事不足 你败事有余 你少来我们家 你少来了 我也不认识 天啊 哎呀 又他说有你 说对不起 干啥 你把十块钱给别人 转过去了 你干啥 那十万块钱不你 等等 十万块钱怎么的了 在哪 在这呢 我就知道你跑你解下来了 打碎我鱼缸 接招吧 你可算是来了 你可算是来了 我们家出大事了 十万块钱 让他说能没就能没了 你自己问问吧 你 这怎么还出那么个事啊 怎么回事啊 不是 爹 你姑娘啥样 你还不知道吗 我那钱 那人他也认识 我俩同学 美美 就是把他住院 现在要用钱 我给他转过去了 你说啥 我转的是美美 我这十万也是帮他借的呀 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我怕你小气呀 我再小气也分事啊 人命关天 我能小气吗 我这不就妥了吗 操操啥呀 我跟你说 这人和人之间 那不就得互相关心 互相帮助吗 你们俩都挺好 也支持你们 好 爹 玉玉 我学到了你们的精神 玉玉 接下来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向我姐后姐 我好好学习 你呀 你早就该向他们俩好好学习 我说对吧 爹 但是学习之前呢 你得先给我干一件事 干啥呀 爹 回家给我换鱼缸去 爹 先说我 不太动手了 行吗 放心 这回爹不动手 爹还得给你唱首歌 不是爹呀 唱啥歌呀 轻点 炸 快食用首颓动不采一 越来了 赶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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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